今天是9月1日,星期天也是9月的第一天和夏天告别和秋天相拥。 9月是最美好的季节,夏天的遗憾一定会被秋风温柔地化解。 希望9月一切顺利。 早安,姐姐阿姨们,我是阿妩啊。 感谢你们陪伴阿妩走过2024年的9个月,270多天。 在这些日子里,阿妩诚恳地向各位姐姐阿姨们致谢。 感谢你们的不离不弃,感谢你们对阿妩的支撑,让阿妩得以微薄收入,继续为大家解说视频。 阿妩在这9个月里,阅读过无数次姐姐阿姨们的留言,每一句,每一词,都是你们发自内心深处的话语。 无一例外,都是对视频中主人公的关心。 你们心痛李娜,心痛阿祖法。 在阿妩的评论里表达得深思惆怅。 你们是好人,是真正的好人。 当然也不发有一些指责阿妩的。 说阿妩混蛋,说阿妩胡说八道,说阿妩带火挣钱。 阿妩没良心。 这些话,在阿妩听来,是非常上人的。 其中不发有一些同行为了打击阿妩,对阿妩进行的恶意攻击。 不过无妨,阿妩天之聪明。 阿妩相信这不是粉丝们说的话。 但是呢,今天是2024年的9月1日,阿妩也想借此机会解说一下自己的视频。 首先呢,阿妩翻译的视频,是来自视频里面的那种,绝无胡说。 相反的,是别人在胡说,刚好有一些粉丝看了他们的视频,然后再来看阿妩的,就指责阿妩胡说八道。 再次希望粉丝们察亮眼睛。 再次呢,阿妩做视频,需要耗费大量精力体力。 还有电费呢? 阿妩带火并没有错呀。 阿妩的付出,不值得挣点零花钱交房贷,交屋也费吗? 姐姐阿姨们,您肯定也有孩子,她肯定也在离家几百里或者几万里的地方,他们租着房或者给着房贷。 那些压抑的生活,您体验过吗? 或许您这一代的人很苦,有可能会饿死。 但,我们这一代人活着,大部分都是精神折磨,虎不堪眼。 而且呀,阿妩带货的蜂蜜呀,带货的北京同仁堂、黄旗霜等其他商品,都是正品,都是非常好的产品。 阿妩并没有捂着良心,您可以看看,阿妩带来带去都是这几样产品,您知道为什么吗? 因为这些是阿妩挑选的,阿妩天天用,天天吃,阿妩知道,产品没有问题,所以也很推荐给您。 如果您有需要,可以去阿妩橱窗看看。 但您不能骂我没良心啊,我什么都没做错,何苦出此毒严伤我呢? 您想想,如果您的孩子仅仅是想每个月挣两三百块钱交个水电费和物业费,但因为您的毒眼影响了他的心态,断了他的收入,那他以后还能怎么解决自己慢慢人生岁月呢? 好了,说那么多,阿妩无非就是想带货而已。 橱窗有很不错的蜂蜜和黄旗霜,知识阿妩的可以去看看。 我们的故事下集继续。 请问各位认询阅明镜 请不吝點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